星星战队两场结束 要是再输掉一场比赛的话 哄他就危险了 没事的 我们再接再厉就好了 接下去就交给大家 今天六年代的最后一本比赛 有请星星战队叶秋选手 放心 我们会赢的 同时有请玄奇战队张忆伟选手 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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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你心中走向光荣 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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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已经二比零了 他们心态肯定不稳 咱们一鼓作气拔下他们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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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庸不止于平庸 顶峰不堪于顶峰 月停下来日你我再相逢 如期归来比起是汹涌 沉默路回风雨冲 站在星辰最顶峰 那时的我才不曾经到我 只在做自己的英雄 是否能够变得更强 是大众最关心的话题了 是否变得更强有待渐小 但是有一件事情 九年来没有变过 那就是大神至今未路过千荣 对 爸 比赛三点开始 你会来吗 你下了飞机 打车到场馆二湖门墙 肩膀后左转 第一个入阻进入关中心 中间第三排左属第二个座 十六平一排 最终 等我休息半可重 这雪落得有点重 我一直相信越过了你 零鼓勇终会和奇迹相拥 一起斑驳的运动 做自己的 他终于开始做自己的 不知道我从未孤独过 一起再去将世界惊动 一起走向传说 万物丧志 我看你要活闹到什么时候 我们说好了 要一起成为职业选手 你打电脑还妄想成为职业选手 你到现在还没醒悟吗 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后悔 但现在 我想全力以赴试一生 要么留下做我儿子 要么离开再也不要回来 从今往后 你跟这个家没有关系 平时不止于平庸 天风不敢于天风 你应该来看我的比赛 约定下来日你我才相同 如其归来比去世汹涌 沉默落归风雨中 正在星辰最顶峰 那时的我才懂曾经度我 一直在做自己的英雄 我曾见过 星星对战旋旗 魂赛第三场 比赛 马上开始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旋旗战队的队长 王牌选手张义伟 众所周知 张义伟啊 是枪王一枪穿云的初代操作者 素来以反应勇结著成 但是今天他碰见的是斗神 而叶秋所使用的是散人 散人 作为首次在正式比赛中登场 包含了荣耀二十次全职业技能 于一身 技能纷纷复杂 需要操作者对每个职业都非常了解 同时因为技能释放时 需要切换队运区的武器 所以对于首次的要求也非常高 好 军方向消失在风火连车的事业中啊 真的 这个风火连车很不利啊 你们击中了呀 这就是散人快打吗 散人曾有荣耀二十四职业 共一百二十种基础技能 而金默孝凭借一把千金伞 将所有职业图成的技能完美清洁 也就是说金默孝的技能 永远都不会停止 真真太神奇了 luôn 坊钱 杜金默出演 好 YOU F cuando 我 w 大神用散人除回荣耀舞台 而千体散人散人 也开启了荣耀新的时代 这才是真正的夜邱大神 真正的全职高手 恭喜夜邱 恭喜星星 获得一分 各人赛结束 目前积分 星星对玄奇 一比二 一起啊 一起啊 我们都赢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老子的辣呀 哎呀 你要以为 我们两个人 你吃吃就饿了吗 你们两个枪起来 可以不敢整个女人 来来来 走起来 让大神开门 我们都呼喊了 哎呀 不要以为自己年龄大了 就没有人的机器 荣耀就是你的时光机 重回年少 大神 9月5日 小光 赢了比赛 在刚刚结束的个人赛中 星星战队 一比二的比分 暂时落后 选期战争 一起啊 一起 我们都赢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还愣着干什么 哎呀 不要以为 去我们两个人 你吃吃就饿了吗 好 我们两个架起来 可以覆盖整个年龄层 来来 走起来 让大神开门 我的呼喊 哎呀 不要以为 自己年龄大了 就没有了机器 不要就是你的时光机 重回年少 大叔 一个比赛而已 需要这么开心吗 一个比赛而已 它可以消除 我们之间的 我们的卡 它可以唤醒 我们疲惫 生活中的英雄 它可以让那样一个少年 成为所有人的精神偶像 精神偶像 对啊 它一直都在告诉我们 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 被赶走有才能 被推移有才能 被置疑有才能 丢了业之群又在了 它不一直看着 站在那个舞台中央吗 准备好了吗 等我给你拿把东西啊 来 拿着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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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刚才在场上实在是太棒了 那家伙根本不是你的对手啊 是不是闻到比赛场上的气息 更容易发挥啊 不是 那是不是看我们这队粉丝太少了 所以露个脸给我们长点粉啊 不是 别看我 问他 问他 老大 我们就想知道 你为什么忽然之间 把口罩给摘了嘛 比赛是多热 你们知道吗 让我们有请两队选手 到比赛室就位 首先有请魏琛选手 刚才那条连击确实不赖 但风头不能让你一个人都站住 那一台赛老夫守着 不说一挑三 一挑二绝对没问题 我相信 你能创造记录 你说的是获胜时间最短的记录 还是造成伤害值最高的记录 最老的浮出选手记录 你还是把口罩戴上吧 好的 那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悬棋战队的理想选手 小心那个叫魏琛的 套姆绅 千万别打他的话 能打就别废话 论拉击话你绝对说不过他 直接正面硬钢 钢掉他 明白吧 明白 我一个树式 对面一个树式 我怎么硬钢啊 我怎么硬钢啊 星星队旋旗 内台赛第一场 星星迎风不振 对战旋旗落同相逸 树式内战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进入比赛 树式内战比赛马上开始 树式的内战在于选手 对于距离的掌控和技能的预判 作为首长之业 同时有多种奉执技能 能够先手到对方 这种绝对的优势 什么鬼 这人不是说千智流的鼻祖吗 怎么就站在那台中间等我呀 小鬼 到底过不过来呀 现在年轻人怎么这么没有活力 跑个地图都默默细细的 你要不过来 我可就过去了啊 作为荣耀初代大神 佐格萨尔的初代操作者 想必卫衬选手 对于树式的理解 已经非常精通 我们看到迎风步阵 在向骆同相逸移动 即将进入对手的攻击范围 走 他停住了 老将果然经验丰富 对于树式的施法距离的把控 非常精确 迎风步阵选择了 后撤 拉开距离 这让玄奇的树式 也有点疑惑了 这又是在玩什么把戏啊 骆同相逸向前移动啊 就是这儿了 不可能啊 术士的工具范围是一样的 你还没踏进我的射击 没理由可以打住我 哎呦喂 现在孩子都这么单单